Larry 想问3323中国建材 他说10.3便辞货,到现在 他说他买入价是否已经摸了顶 他说如果长线真的看好 可否沟货去减低成本 前低位是3月中的时候 当时是7.32元 所以如果是高于10元来买入的话 已经比之前低位有明显的差距 这是一个事实 即是需要接受的状况 现时股价表现倾向是一个横行的格局 预算是9元至10.5元之间 要确立升势的时候 一定要连续两天去迫10.5元收市 才会有一个上升的动力 所以现阶段去看 如果你看到他一直都守得到9元不穿的话 我觉得可以有些耐性去等一等 事实上今年如果内地要大力地推动经济增长的话 基建的项目陆续会有消息 这个就对于建材股来说 会是有一个正面的帮助在此 所以暂时来说就可能有些耐性去等一等 如果你说快的 可能就在第二季 已经有机会有些新的政策出台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就去到传统一些刺激经济的月份 有机会就是7月尾到8月头之间 才会有相关的消息 所以可能要有些耐性等下 没结束了